你们看啊 狂叫的小女孩现在上来了 看见了吗 刚刚在边上狂叫 你看看台长怎么把她治一下就好了 看见吗 先告诉我几几年数什么的 零星年数猪 哎 大灵性啊 哎哟 看啊 她叫什么名字啊 谭维新 什么 谭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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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过来 转过来 你叫她放着 好 好 好 叫好了啊 你看看 看看爷爷 谭维新 啊 慢慢地把它放下来 谭卫星好孩子 好 好 这个灵性在他身上 我告诉你 你记住 台上你给他治了一下了 你要让他好好的修 而且你们家族里边也是有杀业 对 谁很喜欢吃野味 我告诉你 野生动物 而且你要记住 这孩子现在身上 我看的是一头豹 像豹一样 听得懂吗 所以他是攻击性的动物 这个灵性在他身上 他就会去攻击别人 听得懂吗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他还会打人 会 你们现在给他小房子 念多少张了 念多少张了 太少了 许愿吃素了没有啊 吃了多少时间了 年多 我们夫妻年多了 好好修啊 你们修得不够好啊 对 有退转啊 对 曾经 曾经 台上什么都看得见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退转 要学佛 就好好地学佛 坚持 你就会成功 明白了吗 所以我跟你们 所以我跟你们讲 如果你今天 每天做功课的 你千万当中 不能停下来 比方说你今天 念大悲咒 你一天 要念二十一遍 你实在没时间了 我今天 也要念一遍大悲咒 比方说念二十一遍心经 我再忙 我要念一遍心经 这样你才能延续 我不能说今天太忙了 我一遍都不念 等一水 烧水 把火关了 你这个水就凉掉了 一定要一直温火在 这个水还能保持温度 明白了吗 这个孩子也是你们的讨债鬼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会为他损失一桩房子的钱 明白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喂 唐卫星 喂 唐卫星看 停 停 你拍照片的 拍得他这么静好了 过一会儿 他身上的零星到你身上去了 上次在印度尼西亚 一个女孩子两百多个人 我们一起吃饭 结果后来他突然之间 一个乌龟金附在他身上 他当场就爬了 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头发都是黄的 嘴巴里长大的声音 根本不是他的声音了 我要见卢台长 要救卢台长 要救我就这么爬过来了 全部有录像的 当时把下面边上的人都吓得来 都不敢讲话了 所以你们要记住 当一个灵性在身上的时候 你只有好好念经好好修心 像你们家里这些孩子身上有鬼 你必须要好好念经 要求观世音菩萨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求别人都没用的 只有求观世音菩萨 好好保佑 师父请问韩维新的每天功课要怎么做 什么 每天的功课 讲得慢一点 韩维新每天的功课 功课经文 什么叫咚咚了 功课 功课 心经要念二十一遍 大悲咒念十七遍 礼佛念五遍 然后尽量帮他好好的念小房子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感恩师父 我告诉你 你们如果好好的帮他放生 他的放生很厉害 要两万四千条鱼 然后小房子一共要念 大概三千三百张小房子 就会恢复 我看他恢复的时间 大概要一年三个月 你们要有信心 如果好好的念经许愿放生 可能还会好快一点 至少也得一年 明白了吗 这什么稀奇的 舅舅这种小孩子 台长小菜一碟 我身边几个护卫 他们的孩子过去比他还严重呢 一个个全部都好了 现在都能弹钢琴了 谢谢观世音菩萨 谢谢观世音菩萨 好了 我们的业 我们自己杯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好了 谢谢观世音菩萨 谢谢观世音菩萨